- 白金回狼 - 白金回狼 哈囉,大家好啊,我是小貓 最近有一個相當火紅的二遊遊戲 白金回狼 復見奇譚,總有聽說過吧 也是竹龍他們家出的遊戲 今天帶給大家新手的懶人包以及簡單的介紹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次的影片更新哦 好的,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白金回狼 這是一款類似於塔房的角色扮演遊戲 故事的背景講述在一個星星向榮的城鎮裡面 突然出現了一個空洞 另一個破碎的世界 然而這種交會除了帶來的災難 也帶來了全新的X結晶 自從這些結晶出現之後 少數的人類受到輻射的影響 發生了變異 進而覺醒出了特殊的能力 被稱為同吊者 而作為監督的我們 同時一些過去時空的故事深深影響我們 以及種種的謎團 讓我們渴望探求這些未知 目前測試服可以體驗到的是兩個篇章的內容 劇情跟配音帶入感是真的挺不錯的 但這邊就不爆雷啦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配樂 你還可以在手機這邊的後台 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 那遊戲的玩法 角色的隊伍配置 總共可以放置八名的角色 上面四個是固定上場的隊員 下面四個是後備可替換的隊員 後備的隊員是可以主隊的擴充跟替換 也可以是隨機應變下的陣容轉換 亦或者是增加工具人的角色等等等等 遊戲非常紅啊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主要是這款遊戲的組成多元性非常的多 只要你喜歡哪一個角色就能夠組成隊伍 確實角色會有所謂的T0跟T0.5甚至是T1的差別 但基本上通關主線等等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在發展喜歡的角色上 很大程度是可以完全投入的 終於可以擺脫那種大家都一樣的角色啊 你我不分的狀況了 那這邊大致跟大家說一下玩法 進遊戲之後主力的關卡當然是首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監督的等級 也就是要做這個藍色檔案的任務 或者是新手教學做好做滿 進而才能夠提升同調者的等級 另外它的日常活動天系勘測 也可以玩玩不同的陣型 應對不同的挑戰 例如說第一個關卡詞條是潮汐跟進點 每個關卡詞條的不同呢 隊裡的同調者跟敵人附加一定的增益或簡易 也是個拿獎勵的好副本 那每位角色都有不同的屬性跟職業 這個遊戲有很特別的地方是 屬性的不同會影響到隊伍的組成 剛剛有提到可以組不同的隊 那這些屬性的不同甚至是可以引發元素反應 元素總共有水、雷、岩、霜、石、風共六種屬性 這六種屬性再加一個物理 例如水雷隊水元素會造成區域的擴散 雷元素雖然不會造成擴散 但是會參與反應 導致怪物被CC硬控麻痺 那職業的部分也分為七種 但目前主流的搭配方式很看陣容 例如說水雷隊就要有灑水的等等等等 也因為搭配的多樣性 讓非六星的卡都相當的有用處喔 以我們有些遊戲一開始都會特別推薦哪一張卡作為首抽 白金迴狼這款遊戲比較不同的就是剛剛說的多元性 這邊小貓建議大家先抽個30抽出來看一下 先把我們第一張的六星卡抽出來之後再來選擇組隊 同時除了同吊者之外還有記憶的繞痕 記憶繞痕比較類似於疊加在角色上技能被動的概念 可以理解為角色裝備上的技能詞條 目前T0的角色我個人比較推薦大家抽雲無月 不只是現在開服的時候平民隊可以組成的隊伍 在未來的發展也會比較好 懂得都懂我的意思啦 主C選雲無月 副C集納 剩下可以搭配奶媽 像是搭配卡洛琳跟阿吉這樣就是完美平民的10隊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張優雅的紫色小姐姐 放大招的時候還有超美的彈琴畫面 完全捨不得跳過 繞痕的部分可以搭配藏風這張卡 例會上來說我特別喜歡她腿部的繪製跟尾巴 很厲害的是每張SSR卡上都會動 另外有一張五星的服務曲也是頂中頂的強卡 前期有辦法抽到一張那也是逼近平民隊的畢業 她除了可以搭配任何一個隊伍作為奶媽的效果 除了本身的兩個技能跟大招都相當好之外 評價會這麼好的原因在於她在場的時間不用冷卻 就會替所有的角色進行15%的增傷效果 還有一張也是T0的六星補師卡龍琴 抽到她可以考慮走水雷雙隊 水雷可以先從搭配卯蓉蓉跟一隻雷C 那就是超強的平民水雷隊 一路撸到中期爽感也是拉滿 減傷效果跟回血 大範圍的減傷造成大倍率的水傷效果等等 扣掉後期環境的限制需要轉型成水雷雙隊 細節有點多了這邊就不贅述了 主要介紹兩個我覺得蠻強大的兩大隊 其實仔細看她們的組成 基本就是一到兩隻的六星或五星 甚至有的還有四星卡 方便組成除了只需四張之外 更重要的是她居然抽滿30抽之後 會送六星的自選卡 天啊!這真的是神仙遊戲 就像跟我一樣抽了一堆十隊的隊員 主C沒來 也可以完全跟我一樣 直接無痛自選雲無月 那在選定隊伍之後 要提升除了裝上落痕之外 回廊慢詢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提升手段 可以透過獲取戰術刻意 拿提升隊長跟隊員的戰力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可以跟小姐姐一起喝茶 喝茶可以調配喜歡的搭配給小姐姐 抱歉了 雲無月給你喝了一坨 黑暗料理啊 但是她的選擇真的很多 如果選對了 她喜歡的就會增加好感度 另外默契值除了會給獎勵之外 外星作戰也是一個很好的提升方式 好啦說了這麼多 淺淺抽個100抽給大家看一下 六星的出率有多少 第一次的生前呢就比較完整的呈現給大家 那這邊呢可以看到我們抽了10張卡 有一張發光一張金色 應該是一張六星一張五星卡齁 吹遠之還不錯 像這個遊戲很不錯的地方是你六星卡 其實有時候只要一兩張 其他都可以補五星或四星卡 都可以組成一個相當不錯的隊伍 好 再來下一張 這張金色的是我們的扶曲這張卡呢 是頂中頂的 剛剛前面有說過是一張牆卡 絕對是大家必備的補師之一 好 接下來我們就快速的跳過給大家看一下 其他的卡片有什麼 以第一個10抽來說 馬上就抽到六星卡 還不錯 再10抽 總共抽100抽再測試給大家 欸 又一個五星 五星應該是保底吧 這個... 保底一定有一張嗎 有 對 沒錯 好 接下來 再10抽 喔 一樣是五星的角色卡 這樣抽到30抽已經可以自選六星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第40抽 一樣是五星卡 這次是兩隻五星 好 那麼第50抽 一樣是金色的五星卡 連續兩次雙蛋還不錯 其實如果像這種的 如果可以抽到其他隊的 替補卡的話其實相當不錯 好 再來第60抽 一樣呢 是抽到了 欸 瓦卡莎就是水隊的 相當不錯的卡 然後接下來是第60抽了吧 哇 有了我們的六星卡 抽到了一隻吉娜 欸 10對重要的卡其中之一 完了有點點太快 原來我是出三金一紅 太省了吧 第70抽了吧 總覺得他出雙金的機率還蠻高的 欸 馬上又再抽到第80抽 一個紅色的也可以 也不錯 喔 紫督 紫督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卡片之一 如果再組成封隊的話 好 再來是最後的10抽 欸 我總共抽100抽 抽了三張紅色的 不知道多少張金卡了 抽的頻率還蠻高的 還有有一些人有多命的狀況 對 所有就是你 崔遠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